歡迎回到五期新聞網 我是徐俊項帶你挖真相 在昨天復興混亂發生之後 大家都在問 松山機場你到底簽還不簽 天天飛機在那邊起降 我住在下面 我打剛心驚膽戰 但司聰 我們來看到 你剛剛提到說 有108家的各大財團 要來競標松山機場的BOT案 對 沒錯 可是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它的獲利居然還不如 一個太平洋SOGO 沒探討他們幹嘛 大家爭相要擠破頭 這就是其中的MEGA 這個地方號稱有大概是 建坪的話大概是9萬到12萬坪 9萬到12萬坪 你自己仔細看 政府說它這個利益160億 160億 可是你算 我們來對比SOGO SOGO的話你看 SOGO這個是3600多坪 3600多坪的話 一年營收是180億 180億 它還比這個9萬多坪 都還要少 貢獻的利益都還要少 那他們到底吐什麼 所以又桿又扁的BOT案 你今天來搶標 你也搶一個道理來 對 除了就是說 第一個 他當然以後這個廠商 可以擠出很多獲利來 他們獲利一定比這個想像中 都還要更多 另外一個就是炒房 原來BOT 你不要以為說 他獲利比SOGO 要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要賺 賺更多是旁邊的土地 對 沒有錯 松山機場還有周邊的土地 現在就開始水漲船高 具象你知道嗎 這個BOT案定案了之後 這個所謂的敦化北路的豪宅 已經開始漲價 在2009年的時候 那個地方大概一瓶是100萬 現在已經漲到一瓶150萬了 BOT還沒過 豪宅已經去給他丟了 對 沒錯 而且我們知道 那邊的豪宅都是說什麼 你可能中午的時候還在上海 下午3點就可以在家裡面 看電視 還可以喝紅酒 所以現在這個多吸引人 所以很多豪宅都開始漲價 我們看以這個為例 這個韓風 它是在敦化北路裡面的巷子裡面 巷子裡面的豪宅 你看一瓶居然賣到95萬 95萬比周邊行情 都要貴五成左右 另外一個這個民生樣 民生樣它是在這個周邊的 這個三民捷運站的捷運宅 這邊看起來比較像 傳統的社區 對 他一瓶也賣到65萬 都比周邊要貴很多 而且你看連帶起 他們這個比價效應 都把整個房地產都往上帶 另外一個就是稍微遠一點點 從民權東路以北 到這個所謂民族東路這一帶 這一帶你看原本的這個 本來一個三樓的透天處 地品是30坪 你知道賣到多少嗎 賣到5000萬 天啊 搞家我們明白了 所以你看 多少的高房價豪宅炒房 因為BOT而起 松山街場這次金雞母 當然不能搬 你搬了這些房價 不就全部回來了嗎 對 所以你看 這邊現在已經變成什麼 建商在這個地方炒房 財團在這個地方 準備要進去BOT 另外一個 很多航空公司也在這邊設 這個所謂據點跟總部在這個地方 這些都已經把這些綁得好好的 請問這個BOT過的話 我們松山機場搬得走嗎 我們要譴責這些政客 所以我們繼續來問一下蔡總 今天不只是財團 今天不只是航空公司 還有富豪 現在進行事就是 這麼諾大的松山機場 居然是淪為富豪的私人停機坪 我覺得松山機場 應該最大的功能 是服務社會大眾 沒錯 但是兩岸這幾年經貿密切的往來 居然成為富豪 他們移動豪宅的停靠基地 是 我們來對比一下 駿像 我們講過了這個地保 對 一年的房屋稅 地價稅管理會 你提起庫庫加起來 我把它算一年大概台幣80萬 是 80萬是什麼概念 一小時大概我算過了 台幣是90塊 對 那我問你 富豪的移動豪宅 就是私人飛機 你覺得停在松山機場 你覺得它的停靠 會一小時會多少錢 飛機 這麼寡讚的土地 你沒有兩三百塊 三五百塊 愛河 錯 私人飛機動載一架就是7億到10億 就是啊 都有錢人的 在鼎心四兄弟有兩架嘛 是 結果停在松山機場的停機品裡面 前面兩個小時免費 瞎會啊 停一天1428塊 那是多少 每小時59.5元 剛才我講的地保每小時 它的成本都要90塊 結果比這個地保更貴的 這一些私人飛機 居然60塊 所以當時魏家兄弟 從這個地方跑掉 就是這個私人富豪 私人停機坪 然後停在這個地方的私人飛機 一個小時只要60塊錢不到 我再告訴你 他們還有一個秘密的一個 禮賓的通關大道 哇 這個都是啊 歡迎那種貴賓啊 大老闆啊 要不然你就是國際技薪啊 走一條 從這個證照檢查 經過海關 然後送你到什麼 禮賓車 然後馬上開車 把你送到你的飛機的登機口 所以你只遇到上飛機喔 6分鐘而已 哇 怎麼 這樣哪是6分鐘護醫生 6分鐘護你上飛機 對 但是你是一般的人 我們就知道 我們上飛機 冗藏的安全檢查 對不對 跟人家排隊 這一定要的啊 基於飛安 每個人都這樣 不分你的階級 對啊 但是有錢人 他就可以這樣喔 他那個禮賓車 把你載起來登機坪的時候 是400萬的豪華車 但是你也許會問啊 我們一般的小市民 可不可以有這種禮異 可以 你還是有這種禮異 但是你的代價是3萬塊 你拿出3萬塊 你就可以6分鐘 走個這個禮賓大道 直接上飛機 所以聽到這個地方 你就會知道機場 現在簡直是輪為富豪服務的 任意門嘛 對啊 3萬塊怎麼可能啦 我要去大陸 我要去日本 那個3萬塊花了 都比我的機票還貴 對 那不可能嘛 但是這個商機啊 為什麼 因為最主要是中國的崛起 中國這個國航 宇航 中國宇航諮詢的公司 他們這個私人的一個公司 它的估計 未來10年 全球的私人飛機 大概會有9000架 其中有九分之一 就在中國市場 有1200架 那中國現在是全球 第二大的航空市場 僅是美國 但是未來 中國很多 身價200億台幣了 每年飛300小時的 他就是要搭這個私人飛機 那搭私人飛機的時候 同時就出現了 有的人用公司買 可以節稅 所以就變成了私人飛機的 租賃的這個行業起來了 華人守護李嘉誠 他看上了這個業務 現在假如私人的飛機 這個市場越來越發展的話 停靠會就會怎麼樣 水漲船靠 但是我們看一下 兩岸所有的機場當中 有一個機場 它的航班沒有那麼多 它還有留有很大的戶地 可以讓這些私人飛機 來停靠一個機場 松山機場 就在松山機場 所以我們將來應該要做評估 因為松山機場的存匯 未來一定會經過很長時間的辯論 但是在過程當中 我覺得松山機場不應該淪為 私人飛機的停靠的基地 當私人飛機變成富豪代步的潮流 松山機場以後你會不會看到 更多更多富豪小飛機 就停在這個地方 不要忘記了 這優乎公平正義 有些人聽你這裡一點錢 還要60塊 可是我們更多老百姓 十位我們關心的是居住的安全 飛機會不會消掉我們家的屋底 會不會消貨我們家的窗岩 怕的是這個 拿到人民不值60塊錢 台灣的人民因為官商勾結的關係 我們已經比過去的爛掉的 香港的企德機場還要差了 怎麼說 你知道嗎 香港的企德機場 其實如果你以前 有去過香港人都知道 它那個飛機下來旁邊都是房子 你看這些照片 其實非常的靠近 而且房子居然比飛機還要高 這不就跟我們現在松山機場 很像很像嗎 一模一樣 只是說人家我們這邊的房子是豪宅 他們是破爛的房子 因為以前沒有錢 才能夠住企德的旁邊 當然連官商勾結 這麼嚴重的香港 都把企德搬到了別的地方 你看 好恐怖 這個飛機 真的是考驗技術 我們華航不是也曾經一年 就直接殺不下來 就飛到海裡去了 對 飛到海裡去了 而且旁邊兩邊都是民宅 當然是華航那一次 當然是也沒有弄到了 香港的一些市 你看 這個市容 這個就是企德機場 旁邊這個房子是小的 我們看起來好像很大 企德機場的飛行機率很可怕 很可怕 發生了20幾起的空洞 死了100多個人 而且你知道嗎 在高空中看底下 不過只是一丁點的芝麻利 你真的要精準停下去 這非常的困難 我們回到房地產 香港是這個樣子 香港都可以把企德搬走了 台灣能不能 台灣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台灣的生命 是掌握在有錢的20%人手上 我們人民是比較不值錢嗎 非常的不值錢 值錢人在哪裡 我們看這張照片 值錢的人住在這一條縱軸上面 也就是松山機場在這邊 往南走 我跟你講 飛機這樣飛對不對 對 噪音的地方在哪裡 三重大同這邊很長 這個是要下來的地方 對 飛上去的是內湖南港 這邊也很長 拉起來的地方 所以這邊沒有人住都是常辦 這邊很多人住 但都是貧窮的人 因為我們隨便以房價來講 大同區這邊大概只有30 40萬 在航道下面 所以今天我們要探討的一個問題說 今天松山機場留在這個地方 或他搬走 你說會造成台北市 房價的軸線翻轉嗎 是 翻轉得很嚴重 當然我希望搬走 可是這些人關上過程這麼久 怎麼可能讓他搬走 我剛剛講說這邊30 40萬一坪 房價 沒有人要買 因為飛機很吵 只要離開了這一區 大概只有60 80 那你遇到了富貴區 就是今天松山機場下來之後 開車5分鐘到你家 這些敦化北路 復興北路這些豪宅區 一坪一兩百萬 很正常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如果要翻轉 就是松山機場沒有了 今天如果松山機場拿走了 我們跑到桃園去了 假設松山機場 柯P把它拿回來做5萬戶的社會住宅 開始可以租在這邊 因為地很大嘛 做公園什麼都可以 OK 怎麼就不吵了 你要怎麼個翻轉 各位 現在的現況 我們的升文機要告訴我們 敦化林蔭大道 復興北路 企業總部 大公司 都在這個地方 黃金地段 這邊是比較多的住宅 一般人住在這裡 這邊沒有人住 可是房子很貴 這邊住的人很多人 可是房子非常的便宜 因為大家都是因為松山機場 三通 直接拉下去 就到我家了 這種地點去哪找 那你一個翻轉之後會變什麼樣 沒有了機場 這邊就不再有名了 因為如果說今天我坐飛機 到桃園再拉過來 那東話北路算什麼呢 不過只是一個 仲台北的其中之一 所以這邊的房價就會往下掉 你的所謂的三通的利多 通通都不見了 往北是一樣 你沒有了機場之後 你說大直接 大直這個所謂的河岸景觀豪宅 有 河岸還是在 可是飛機不見了 你稀有度已經不見了 那你說內湖廠辦也會慘 因為當初內湖跟南港的廠辦 為什麼會哄 是因為商務人士 有錢人士到了松山機場之後 我直接開一條車 10分鐘就到了 這種地方去哪找 所以這兩個廠辦越來越紅 如果你沒有松山機場的話 這邊就死掉了 可是只有個地方 三重 大同這邊 突然間因為沒有了噪音 房價 起漲 河岸第一排 或是離台北是這麼近 這個地方就會非常 但是有錢人怎麼可能 會讓這種事發生 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松山機場 我想一旦簽建成功的話 台北勢必發生了 房價軸線翻轉 這個區域我們點出來之後 再來 是不是要告訴大家 一旦軸線一翻轉的時候 該平時高的地方要跌下來 跌要跌多少 漲要漲多少 我想如果要跌的話 敦化北路大概至少跌個兩成 因為目前的那個期許價 就是三通期許價 已經超過兩成 我非常多的朋友 其實現在已經在這邊 已經穿了一袋 說萬一松山機場搬走怎麼辦 所以他們到處去穿 但是你不要忘記 我在內湖跟住在大同區的朋友 其實每天天空上大概15分鐘 就有一台飛機飛過去 他如果乖乖的飛過去 每個人都想說好險 好險你知道嗎 不是我在維言聳聽 而是現在目前市民的聲音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大家很擔心說 萬一再來一次怎麼辦 那像這種三重 大同這些區 只要沒有了噪音 我想這些房價可能漲個 百分之二十都不為過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都不為過 所以我們看到 在三重現在的房價 大概多少損位 對 漲到百分之二十 它會變到什麼樣的一個水位區 因為三重其實地段 隔一條橋是台北市的 它理論上不會輸給板橋 中和 永和這些 隔一條橋都是台北市 可是房價長期落後於 剛剛講的這些區域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三重這一代沒有了飛機的噪音了 限高取消了 可以蓋大樓了 水岸第一排 我想一瓶60萬 80萬 都可以錯得出來 所以基於安全的理由 我們真的希望松山機場的簽建 真的要好好的認真去思考它 但蔡總我們回頭過來看一看 我們講入業之後 即便到了此刻 在基隆河出事現場的搶救工作 一刻都沒有停下來 但是現在出現一個聲音 大家來看 辛苦的這些救難英雄 不管你是錢到水裡的 不管你去開吊車的 辛苦你們 謝謝你們 但是今天有一個聲音出來了 說指揮系統的問亂 大家從昨天白天 看到晚上到今天白天 亂到這間的 靠閒的第三世界 有嚴重嗎 這個像這樣的一個災難的指揮 是非常重要 而且一到現場的時候 立刻就要啟動 這一次當然現在的 這個搜救工作還在進行 我們也向所有的搜救人員 最高的敬意 不過我覺得指揮系統 有一個問題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像這個 因為這個季海在這個地方 距離這個湖中 還有一段的距離 剛開始的時候用汽艇 來來回回 然後也沒有大型的切割的工具 就畫面當中看到了 這個就是我們軍方最厲害的 M3的浮門的橋車 有兩台 全亞洲只有我們國軍有 我們採工了22輛 這個是在六軍團 馬上從這個桃源調過來的 但是問題是說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好的 因為它的功能 可以搭成一個水中的一個 作業的平台 蔡總現在跟我們講到的 這個變形金剛 M3 你看 馬上變了 它有多厲害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蔡總說給你聽